我是小麦,是個身高1米9的女生 這幾天前活在評論區堅持尋找 終於挖掘到不少女生的流汗小技巧 比如趁著墓邊就在身旁 多擠一些護手刷 讓自非關心錯不及防 呃 再比如利用身高插營造曖昧氣氛 這一點我深有體會 但 沒事,有的是機會 都說奶兄的小毛可愛加倍 奶兄的女生也同樣到位 我也不能氣你 但 難道他想發展我的美 我意識到是自己的穿搭出了問題 聽說最近流行唇欲 我也嘗試包裝自己 荷葉邊甜美而柔軟 白色是欲說害羞的性感 馬丁薛把個性質拉滿 所以 我就是熟悉天荒吧 但還是覺得哪裏不夠圓滿 難道 是缺少搭配 那 我這小毛 是個身高0.9的女生 總有人羡慕我長得高 但是對射恐對我真的不友好 買東西對於我來說就是社交毒藥 即便我十分小心 店員的熱情也總讓我頭皮一緊 除此之外還附下報警 哼 傷心 沒有人的場景往往讓我感到安心 可以好好享受獨處的寧靜 呃 感覺到排隊的人逐漸失去耐心 我決定裝作沒人 隱藏自己 但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你 受到打擊的我就一定回家休息 但事實證明 坐電梯的時候還是不要看手機 畢竟 鬧聽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米九的小馬 最近有很多家人們 私信 愛特留言網 說我戴個長化 穿個長裙 就能有點女人威 那樣真的搞死到嗎 我下 化妝色果力吞套 為什麼感覺對我都有差什麼樣緊張呢 對不起了家人 讓你們失望 辜負你們期望 其實吧 我小哥我留個長頭髮 就這樣子 就後來吧 我的臉型越長越那個 一言男性 我就留了短頭髮 我先當時那男孩小男孩啥 不都喜歡短頭髮 死路清洗 我都找我對象 誰先知道後來我長的一米九 媽媽呀 你們不都問我長這麼高的嗎 我家那個基因就很神奇 我奶爸都是 還引拔的 就別人家我看的過馬路 都在別人扶著我 那我奶 那倒是扶別人那會兒的 有很多老姐們 說想體驗一下一米九的層高 就是那個外型吧 對我的生活 其實造成了挺多的困擾的 像以前我其實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一個人 很內向 直到我接觸了抖音 我才發現原來 有那麼多人的喜歡我 你們是瘋了嗎 我在家的時候 翻評論 笑出聲了 特別的開心 就是吧 現在應該拿的那些心話我 但是 我很支持 我現在一出門 我都挺直的腰 最後呢 很感謝大家這麼久 你來給我的臉書 以後我一定會做出更好的內容給大家 希望你們開心就好 我叫小馬 是個身高低迷的女生 大家說至少都是縮掉友情 但憑藉這個外型 我還是收穫了很多關係 這個也行 為了和同事搞好關係 我總是有求必領 但 不知道該從哪解釋起 每當早上和同事上了同一班電梯 人潮擁擠總能迅速拉近我們的距離 我讀懂了她的難言之語 並利用身高低迷的優勢解決問題 但 她是不是對我不太滿意 偶爾我也會利用工作間隙 積極和同事們培養感情 並利用身高優勢 重複發揮察言觀色的能力 並提取重要信息 看到我這麼有心意 老闆肯定對我刮目相看 看得出她很詫異 哎呀現在淘特全王請客 柚子就是從那買的 因為職貢所以超值 現在現在淘特APP 搜索職貢好貨 天天萬分免的 光打十億紅包呢 但 原來大家都很女 我叫小馬 是個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由於我的形象比較特殊 即便能和女生們好好相處 我依然覺得很孤獨 女生都喜歡乍尾拍照片 但被屋裡都在為了寫連小兒內卷 這時候我的作用就非常凝聖 就是難免會有一些缺點 當然 這並不影響我們友誼的長遠 但 我感覺自己受到了欺騙 為了讓我盡快融入女生圈 閨蜜決定帶我深入體驗 呃 這到底是個什麼場面 好在閨蜜看出了我的綿腔 我知道她是想讓我保持少女般白鏡的容顏 似乎有點道理 但感覺她不太高興 好閨蜜不僅要一起美麗 還要時刻關注彼此的情緒 並及時發現愛情的蛛絲馬跡 呃 油膩 但顯然 有些愛情還是適合留在手機裡 唉 鬧聽 我是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女生 第一次和閨蜜加起旅遊 沒想到出門在外也能感受到家的溫暖 對於風景我們有著同樣的好奇 但因為身高的關係 我總是能比1米6的閨蜜留下更多回憶 可一些意外驚喜 算了 誰讓她還不到1米7 擁擠的地方難免會有情緒 好在遇到的人都兵兵有理 看到我態度謙虛 她也收起了戒心 大家都說旅遊到處都是消費陷阱 我覺得很有道理 憑啥掙錢費心費力 花錢卻那麼容易 買個氣球吧 只要50塊錢 她看起來很會做生意 哼 反見忌 但 確實是好的 就是多少有點鬧我聽 唉 麻了 我是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女生 很多人都說女生長得太高是病 殊不知 我的生活其實有很多捷徑 大家都說年齡是成熟最有效的症 但由於我出生的時候就長到1米8 所以小小年紀我已經倍受尊敬 工作之後我也很受歡迎 這體現在每當公司來的新同事 他們總會想把我當成職業道路上的指引 並且給予我最大程度的相信 呃 所以說人還是得長點心 總有人抱怨公為設計阻礙的同事關係 而身高腿上的優勢讓我更容易展開話題 顯然她也很客氣 於是我把握自己和閨蜜交換資源訊息 看得出她非常感興趣 呃 唉 弄聽 高配的人生有多爽 我的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高配女神 高配人都是人喪人 不用告別單身 就能輕鬆螺入愛情的氣氛 高配人從不淪為潮流的陪襯 對於穿搭有自己的翹門 你想看什麼後面的意思啊 嗯 就是那種男生最喜歡的 但 這樣不到適合 多爽有點冷門 高配人的經歷通常很夢想 因為犯不犯困 非常容易辨人 對於突如其來的降溫 高配人還有扛動的技能 高配人還善於利用自身的優勢幫助他人 比如隱藏生日驚喜 我叫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女生 作為高原體女明星 總是難以抵擋粉絲們 追求的熱情 而我也有求更認 對 因為長得高太矚目 出門在外很容易就對路人搭山校準 也許這就是高人一等吧 你這屏幕還亮嗎 我也有過心靈的男生 面對愛情我總是表現得非常謹慎 比如先用藏頭絲調節氣氛 但他似乎很遲鈍 你用藏頭絲調 果然表白的話長頭沒用 得縮頭 其實我也沒有很在意單身 只是這個外形讓我常常忘記自己是個女生 逞強的時候我也會疼 而突如其來的關心就像一盞燈 照亮了通往愛情的門 我是身高一米九的女生小馬 我留愛的 身高不是問題 愛能無視距離 但 這女生索 我知道 我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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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指的男人不可能這麼貼心 唉 鬧聽 我這小馬是個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這邊是我一米六的閨蜜 以及我們打下來的江山 女生總幻想能和最好的朋友住在一起 由於形象上的差異 和我住在一起的閨蜜總能享受到便利 我有著和她相似的藝術品味 和共同的理想類型 女生獨居存在一些安全隱患 我也能憑藉外形順利搞力 既有男朋友的保護力 又沒男朋友能逼一逼 還能姐妹同樂快樂Party 合適的時候聲東激西 不合適的時候逢場作戲 就連回家的路上也有意外驚喜 身高的延遲果然很神奇 但 關鍵死後還得靠古一米 唉 鬧氣 我的小媽是個身高一米九的女生 因為長得高 大家也總是親戚的叫我 做事的時候懂點禮貌 由於外形上看起來不是個爽油的等 別人總覺得我很高冷 為此我也做出過一些調整 看起來 鐵骨增增 其實生活中我特別平易近人 和同事打招呼總是主動而誠懇 呃 工作中我也同樣勤奮 總是積極伸出援手幫助他人 但 都說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 為了道歉我決定把我剛收到還沒霧热乎的降噪耳機 送給他作為留念 他摸不著頭腦 事情的發展出乎他的預料 趁熱打鐵趕緊縮短廣告 看到他滿意的微笑 相信我們今後的相處應該會很美妙 難道 唉 鬧聽 我是小馬 一個身高1米9的女生 AKA東北卷王 一件羽絨服 普通女生買S馬 我買XR 同樣的價格獲得更多的布料 捲死他們 出門在外 有對線的女孩總是能自由之在 而我跟出門的閨蜜早就處於VIP狀態 捲死他們 有對線的女孩總是能喝到愛心奶茶 而單身的閨蜜從不羨慕她 一故到位 捲死他們 作為捲王 經常有人向我尋求經驗 但事實證明 有些男生討好你 只是為了接近你的閨蜜 為了證明男人不可靠 姐妹才是王道 我連夜翻遍閨蜜朋友圈的種草 在閨蜜生日時放出大招 好馬配好暗 美女配好包 沒有女生能拒絕包包 捲死她男朋友 但 可惡 居然讓她學到了精髓 但還是讓我發現了蛛絲馬跡 只能說 尊重 祝福 唉 那我聽 我是小馬 一個身高1米9的醜女 1米長得高 我平平無奇的顏值也顯得格外高妙 我從來買不到合適的S碼 美女體重不過8 四捨五入 我是兩個美女 我精準地把握美女的標準 積極聽取別人的成功經驗 快一點 再快一點 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再努力一把 終於成為了更好的自己 但 初戀漣已過時 現在流行純玉峰 人果然很善變 或許 我該換個死路 又或者放棄隨過逐流 去成為潮流本身 為什麼要那些千篇一律的文案 教你該成為什麼樣子 又為什麼要用刻度 定義自己的生活 所有無可期待的特點 都是我的瑞辯 雖然就是潮流的景點 但 唉 鬧天 我這小馬 一個平平無奇的一米九女生 對於我來說 身高並不是我唯一的特色 孤獨才是我的標準人設 我曾試過向男生暗示心意 他們只想拿我當兄弟 不在乎不幫他 也嘗試過和女生做閨蜜 但他們只想讓我成為男友平替 每當夜深一毛的時候 我總是默默給予朋友陪伴和鼓勵 男人會辜負你 姐妹不會 還是勸她向前看吧 不禁想起之前 她因為換季豁免而爆皮 我也是這樣的貼心 她很客氣 所以說友誼就是要不求回報 付出真心 顯然這次我高估了自己 今年會遇到心軟的神嗎 唉 鬧天 我叫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女生 上學那會兒 我很羨慕別人能和同桌成為閨蜜 但由於我一直做最後一排 所以我的同桌都是掃碗 垃圾桶 以及 上學時女生總是有一些特殊福利 我也試著爭取 但效果好像不太理想 怎麼男生還這麼狡猾 女生之間經常有一些男生不懂的加密信息 我聽懂了她的女命 並嘗試為她解決問題 看得出她非常感激 於是我嘗試加入她們的話題 並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幫助和關心 成功贏得了女生的友誼 和男生的注意 我仍是有一樣的 但突如其來的側漏還是將能打回原形 果然上天給你關上一扇窗的同時 也會順手給你戴上門 還好同學們都比較善解人意 用液體衛生巾的感覺果然很奇妙 我感到好像姨媽沒來過 我不僅能消耗 還能大跳 甚至能和別人追逐打鬧 但 我叫小馬 一個身高1米9的女性 由於這個外形 我總能看透很多事情 AKA人間清醒 比如職場幹犯人的友誼 總是讓我羨慕不已 偶爾也想加入她們的話題 在身高的優勢還是讓我發現了秘密 為了獨自美麗 她很難看 很自律 但好在她們有著同樣的榮譽證明 作為女生我也同樣能看透閨蜜的脾氣 比如睡覺前她穿著睡衣愣在原地 肯定就是 半夜刷刀美食視頻 掙扎著想點賣賣的糾結心理 而閨蜜的意義就在於 只要你一個眼神 淡凡人的惺惺相惜 大晚上還計餐 我見證過她收穫榮譽 還要挑戰愛情 看著為了穿上裙子餓了三天的閨蜜 這就說 我實在有點看不下去 你最喜歡吃這游擊嗎 今天她餓了嗎 說她就能力鑽水眼睛 你覺得你能力鑽水眼睛 你能力鑽水眼睛 她能力鑽水眼睛 她能力鑽水眼睛 女人在愛情裡總是戴著面具 但 不是我講我沒講完美 就是你 那次你跟你男朋友兩個人 點了婚子的 一時間不知道先解釋哪個 唉 鬧不停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米九的小馬 收到一條粉絲的求助私信 他說 馬哥為什麼都快2022年了 我爸媽還是這麼封建 不讓我穿黑絲盒裙子 還說如果我再穿 就沒我這個兒子 大家都有本難念的景 那我媽還希望我跟個小姑姑認識人的 所以啊 衣服 不知道以為就是個房子過來的 今天咱就來個Vlog 水氣 這倒是個天啊 炸 東北大兔帽 真是個情侶款 才感覺我媽才點我 雙褲棒的 下一個 軟妹小群群 有人問了啊 冬天這麼冷 你扒動腿嗎 你阿姨能不知道嗎 東北軟妹地背神器啊 四十二年酷 這蠻有大醬味的 行了 怎麼說也咱媽一天洗衣 試一下 穿不上 不合適 穿不上 穿不上 沒有一個師傅 上嫌疑上賣了吧 我還最近身邊很多人都在用嫌疑 掛嫌疑賺賢的 我上次換季的衣服 也是掛上去就表出了 你們現在簡介成論區 上嫌疑 繼續 喲 海蘭之迷啊 家人 大醬 大蘿蔔 東北沙拉套餐 我媽就因為幹那些 大蛤蟆穿花骨傘的事 但是吧 我確實從小聽完是大蘿蔔的 追我媽屁的 那想我媽了 打電話吧 媽這兩年就這個情況 我也一直沒回家 你跟我爸好好的 不用擔心我 你咋這麼說呢 多少給我轉電 我現在不一樣了 我現在兩個人花 我現在不一樣了 我現在兩個人花 我的小馬 是個深耕英明酒的女生 由於這個外型 和閨蜜在一起時 人人總覺得我倆多少 加點毛病 我們曾像普通閨蜜那樣相處 但事實總是給人添堵 我也曾試著和她站在同一高度 但 現實一米九體驗卡總會結束 好在我們有著同樣的思想覺悟 其實女生往往比男生更愛看女女 我也擔心我的外型容易讓姑娘挫付感情 但 低咕噜女性的正義 每逢佳節 單身女性往往容易在節日氛圍中迷失自己 每當閨蜜的自尊心受到打擊 二零二了 太膽了 我就明白了自己的意義 哇 你怎麼這麼寬鬆 充實上 面對前男友的挑釁 不僅要滿足閨蜜的好勝心 還要預判突發的危機 出其不意 你最喜歡吃的 阿布希五顆蛋白酸奶 你快嚐嚐 她還想努力 你這個阿布希五顆蛋白酸奶 閨蜜同行齐力斷井 這一杯 竟單身狗的反擊 唉 老天 我是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女神 2021這一年 我離開東北來到山東 第一次體驗到山東人的熱情 她是咋值得的呢 第一次受到山東人的誇獎 好喜歡這種不吝讚美的氛圍 第一次質感原來身高1米9 在山東也並不是很稀有 因為很多東西都挺大 大大大 但要問我來山東這一年學會了什麼 應該就是 盜裝劇 這讓我受益匪浅更有於實踐 再也不說盜裝劇了我 唉 鬧挺 我的小馬 是個身高1米9的女神 由於這個外形 我不得不熟練掌握印象技能 預判對方行動 先放置人 每當認識新的朋友 我都能從她們的眼神裡 預判出問題 然後站在大氣層進行降尾打擊 歡迎把我完全欺負 帶來的母女裝衣服 這波操作讓她詐異 我的母語竟是無語 作為女生的 我同樣能預判閨蜜的脾氣 比如在她化妝的時候調整自己的呼吸 降低誤傷概率 再比如看到她快要遲到宣愣的原地 絕對就是 換季焦慮 還得靠我解決問題 不知道穿啥 你去點桃不上行 我這件精緻初階身開設 就是按上面的東西穿搭買的 點平均鏈機還有羽絨服99秒下 說12每天最苦啊 沒關係 這波預判可以 我的預判還未閨蜜的脱膽提供了便利 比如遇到高樓男生愛她不已 一句話讓她敞開心扉 唉 鬧聽 我是小馬 是個身高一名酒的女生 由於這個外景 總有人以為我很高了 但其實 我是個社交大廢物 社交廢物在人多的地方總是很無助 比如街水神如果看到前面有同事 社交廢物都會故意放滿腳步 反之從你 但 社交廢物通常容易左右為難 比如當我拿著剛買的瓜 路過了長區的水果攤 本想蒙混過關 身高卻被一眼看穿 於是我看著他 他看著我 我看著他 他看著瓜 社交廢物總是很在意別人的感受 每當在電梯上遇到不太熟的同事 而他好像並沒有看見你 社交廢物會因為害怕他 打招呼而盡量放慢呼吸 哪怕鼻子癢也不行 但 事情的發展很符合 泡物線定誉 正時我看著他 他看著手機 我看著他 他看著我 唉 鬧體 我的小媽是個身高英九的女神 那天突然收到一位男方好友的邀請 而對朋友我一向也是有求必應 雖然是第一次去南方 但我從容不迫 絲毫不慌 聽說南方的冬天不太一樣 但沒想到這麼熱辣滾燙 朋友的熱情更是難以抵擋 給我倒了熱水 還貼心地調高溫度 為了得到我這位沃龍風楚 他熱情地邀請我入職OPPO 最終我還是同意成為他們的推廣大使 這個工作也就還可以 就是視線不太清晰 還有專業的光學博士作為助理 不僅要有外在的帥氣 還要提升內部凝聚力 還能發現蛛絲馬跡 絕對不是羨慕別人有對象 只是有點想念家鄉 工作不易 但作為弟妹還是要為這個家出一份力 唉 鬧聽 我這雙馬是個身高19的女生 作為東北人的我最近很困惑 東北人扛動這個事兒 到底是誰造的謠 一旦遇上將門 一米九的我完全出不了門 藏褲革裹這永遠都是七分褲 藏羽而服穿的就像青天柱 別人穿大衣溫柔嬌小 我穿就是人間座三雕 曾經我也以為自己能忍受寒潮 直到 我好像一條狗好好走著被人踹了一腳 然而每次叫門閨蜜總是穿的很少 她解釋說是戀愛使人體溫升高 那比如她只想找個暖和的地方歇腳 她卻斤斤計較 其實從中間是掛面座的 和男人相比 韓潮確實微不足道 此刻同位女生對我懂得她的無奈 而我要向她證明 傻瓜別讓眼淚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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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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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